这只大公鸡活到临头了,今天是翠花小女儿的生日,翠花的公公婆婆专程从牛棚回来,平日里公公在外面放羊,风餐露宿没吃过什么正经粮食,所以今天翠花狠狠心,准备宰杀一只大公鸡,先给鸡头上淋上几滴清水,预示着给这只可怜的公鸡送行。 大公鸡此时一脸茫然一无所知,随着翠花公公双手的交错扭动之间,大公鸡脖子一疼便失去了知觉,翠花蹲在一旁心疼地看着,平时翠花不舍地杀鸡,一年四季孩子们也没吃过几口鸡肉,也没见着过几个鸡蛋,主要在于他们这种散养鸡成活率不高,一天到晚游走在山林间,随时都有可能被野狗, 或黄鼠狼偷袭,翠花的老公公面如紫檀两腮苦手,两撇浓重的眉毛,点缀上一双斗圆的眼睛,浓眉赤木落腮胡子,两鬓略带些许沧桑白发,古铜色的脸庞,头顶破粘帽,身披一件灰土色上衣,赤腿赤脚,形象颇为害人。 如果没有心理准备,见到会被吓一跳,身上唯一的一件衣服,悬然看不出颜色,仿佛已经穿了几百年,大公鸡架在炉火上烧掉鸡毛,这也是当地人处理鸡肉的一贯方式。 翠花表情木纳,心中在默默滴血,想不通她如果不舍得吃的话养鸡作甚。 翠花的公公和许多尼泊尔老一辈的牧羊人一样,一辈子也没混上条裤子,身上的衣服要多脏有多脏,要多破有多破,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讲卫生。 而是由于环境限制,一年四季在山间游走,顶风冒雪,鸡餐可饮,饿了吃野果干粮,困了就地躺倒便睡,所以造就了她野人般的外表。 说来倒也透着心酸和无奈,这是老一辈的尼泊尔人祖祖辈辈的形象。 相比之下,翠花是新潮的干净的卫生的,至少他们已经不在四处漂泊,有固定的住所和牛棚,这是时代的进步。 请继续观看。 鲜活的大公鸡,被用来给小女儿过生日,扭断脖子直接放在火上焚烧,这是尼泊尔人处理鸡肉的一贯方式。 用火烧掉鸡毛,再用手宅剥干净。 俗话说得好,人穷地瘦马瘦毛肠,翠花的鸡看起来个头也小伤不少。 这只大公鸡去掉鸡毛后,看起来也没有多少肉,比只鸽子也大不了多少。 鸡肉架在炉火上,反复制烤,烤得半生不熟的鸡肉递给翠花的公公。 只见他两手微微发力,将鸡掰开捏碎。 用地上的柴刀进行分割,切成大大小小的肉块。 翠花的公公很少回家,一年四季行走于喜马拉雅山深处,放养着家中的牛羊。 整年的风餐露宿使他看起来风尘仆仆。 土色的帽子,土色的衣服。 古铜色肌肤泛着油光趋黑发亮。 由于从不洗脸洗脚,也很少理发体胡子。 所以看起来十分沧桑,眉眼间却也透着诚实。 属于老是芭蕉直来直往的类型。 婆婆倒是穿着较为干净,身上的衣服也较为鲜艳。 老两口看起来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风格。 将瘦小的公鸡用柴刀切碎。 婆婆则负责将鸡肉摘去内脏。 烧起炉火架上炒锅。 锅中加入较多的食用油。 毕竟怎么说,今天也是小女儿的生日。 油热后加入咖喱粉小茴香爆出香味。 切好的鸡肉直接倒进锅中煸炒。 随着噼里啪啦的响声过后,炒鸡肉的香味便弥漫开来。 一只鸡处理完后看起来也没有多少肉,才刚刚能够没过锅底。 如果能加入一些土豆或者青菜一起炖煮。 不但能增加食物的分量,也能营养更加全面。 可惜它们什么都没配。 直接炖煮后撒入几粒醋盐。 大火炖煮即可。 请继续观看。 今天是翠花小女儿的生日。 一家人今天终于可以吃上鸡肉了。 一只自家散养的走地鸡。 用柴刀切成肉末放进锅中炖煮。 数量看起来实在不够多。 即便是这样嘈杂的环境。 二女儿还不忘拿起课本复习功课。 让我们感觉很是欣慰。 将来二女儿必定会有出息。 这也是翠花一家未来的希望。 鸡肉炖好后, 翠花咬了半盆大米准备煮些米饭。 毕竟米饭和鸡肉更加半配。 平时翠花不舍得吃米。 大多数时间都是吃自家种植的玉米面团。 好好的大米直接加进漆黑的饭锅中。 大火炖煮只指吸干水分即可。 翠花公共婆婆由于年事已高,只能勉强养些牛羊过火。 搞养殖是一件相当累人的事情。 俗话说得好,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。 养殖家禽不但费心费力,而且时刻面临着风险。 一旦动物们生个病着个灾,便有可能全军覆没。 所以当地的散户一般很难达到规模。 只能是勉强补贴一些家用仅此而已。 而且当地的肉价不高,辛苦一年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。 米饭在饭锅中大火煮软后即可开饭。 煮好的米饭产在平底盘子上。 今天是小女儿的两岁生日。 翠花给她先盛上满满一盘米饭。 浇上一勺鸡肉一勺肉汤,配上两张象征祝福的杜鹃花树叶。 顶部落上一本书和一支笔,希望孩子将来能够努力读书有所成就。 这倒让我想起来自己小时候过生日的模样。 当时也没有生日蛋糕,母亲会给我做一碗面条,打上两个荷包蛋。 寓意着长命百岁顺顺利利,可能一个地方一个风土人情吧。 不知道你小时候的生日是怎样度过的呢? 不妨在评论区说说,也让我们开开眼界。 环境即便简陋,却是母亲给孩子送上的最真诚的美好祝福。 感谢观看! 谢谢观众! 下期更精彩! 碎花用屈黑的剩饭锅,煮了满满一盆米饭。 再把一盆萝卜白菜叶一起切碎。 炒锅里放入咖喱粉和小茴香。 爆香后,洗好切碎的青菜,直接倒进锅中,大火炖煮。 萝卜青菜只要能吃的便是好菜。 炒软后随手丢入几粒粗盐。 盖上锅盖。 小火焖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。 临出锅前,把昨天生的炖南瓜倒进去。 一起加热后即可食用。 碎花大声把孩子们叫进来。 一家人坐在席子上,准备吃饭。 这张蒲尾席不但是家里的座椅, 还是他们一家人的饭桌。 也是孩子们写作业时的课桌。 晚上还将是他们睡觉的床铺。 尼泊尔的人们,家里普遍都不宽敞。 还好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家具。 粮食和杂物挨着墙根堆放在屋子四周。 倒也能节省不少地方。 四个孩子席地而坐, 搂着盘子, 用手抓着饭团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 在几个孩子中, 二女儿最为聪明懂事, 三女儿最为邋遢贪吃。 所以老三头上经常会长满狮子。 双手也是由黑发亮, 但是并不耽误他大快朵银。 即便是这样简陋的食物, 孩子们也吃得津津有味, 显得格外满足。 他们的生存现状, 一如咱们的五六十年代。 孩子们没有娱乐, 更没有任何玩具。 一个纸三角, 几个玻璃珠, 又或者一块黄泥巴, 都足够他们开心地玩上老半天。 昨天的剩饭加入一点清水, 这就是两条大黄狗今天的食物。 拥有一座茅屋, 开拓一方菜地, 房前种满鲜花, 屋后栽上桑树, 两条黄狗一群鸡鸭, 夏日静听芭叫崇鸣, 冬季淡看冰雪云梳, 这是否正是你梦中的湿化田园呢? 你有没有羡慕这样轻松惬意的生活呢? 感谢观看, 谢谢观众, 下期更精彩。